针对金融市政府日前宣布将与台铁合作 在金融车站南载一楼规划街舞练习空间 民进党金融市立委参选人曾文廷议员 与金融市议员施伟正、吴华家一起拿出台铁公文表示 台铁根本还没有同意 万一发生意外谁能负责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看到台铁局他们特别发文给市政府 跟市政府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案 那请问如何来活化空间 我想市政府在这一个案子里面充分显示出 这个有点类似像政治上的骚扰、性骚扰行为 就好像有一个男生他很喜欢一个女生 然后他就直接对外宣布喜讯 我们将在多久之后来结婚一样 对于民进党议员的质疑 金融市长谢国良亲上火线表示 市府一直很努力的为金融青少年 寻找一个街舞和刺文化聚落 现在市府找到了 民进党却为了选举百般刁难 他已经请立委洪梦凯与台铁局长通过电话 希望以租用或认养方式 让青少年有一个练舞的空间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为金融的青少年朋友 找这个街舞跟青年刺文化的一个聚落 过去八年来都没有办法做得到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地方以后 民进党就百般的杯葛 我刚才跟洪梦凯委员通完电话 他也确认说他有亲自跟杜局长 有通过电话来讨论 如何将这个地方租用或认养 这个地方在南战 在前市府时期也是长期街友聚集 而政府束手无策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地方 认养得非常好 然后可以让这个青少年朋友 有地方可以去 我们已经做到过去林市府 过去八年没有为青年朋友做到的 那我想郑议员他选举到了 就一直杯葛跟无端放肆 为什么不去好好思考 过去的八年 在他做议员时期的时候 没有替年轻朋友 做到这个青年聚落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他们才要去思考 而不是每天要去杯葛 市政府想要为年轻朋友做事情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金融市政府发言人于志明补充表示 已经透过洪委员协调此案 活化栏占外部空间 不仅能提供青少年一处 练习舞蹈的场地 也能避免无家者斗留聚集 对金融来说是好事一件 相信跟台铁直达车一样 只要努力一定做得到 记者吴俊松张启腾采访报道 不仅能提供的地方 同时就能够留住 不仅能提供的地方 不仅能提供的地方 不仅能提供的地方